过去我们人生讲三世而立 立什么 为人为什么苦 因为人跟人的心理的距离在越拉越开 所以佛说命由起造向主义生 过去我们人生讲三世而立 三世而立 哦 一个人三十岁了 你应该自己能够独立了 立什么 学佛人应该立什么 过去讲立生啊 立业啊 立家呀 我们应该立志 好好地立苦得乐 学佛学法 人家说四十不惑 不惑之年 大家知道什么叫不惑吗 不迷惑了 明白了 那你明白了什么 一般的人明白了社会了 明白了自己了 明白了人跟人这么复杂了 而我们学佛的人四十不惑 应该不迷惑 被人家的欲望所缠绕 大胆地走出烦恼 不贪 不撑 不恨 过去讲五十字天命 你知道了什么叫天命吗 实际上用现代话讲 我知道了 人生啊 命迷轨迹啊 就是生孩子啊 结婚啊 找工作呀 赚钱啊 给自己人生定个位啊 哎呀 我这个事情做错了 哎呀 我那个事情做错了 你知什么天命 你应该知道五十了 赶快修行了 赶快帮助别人了 因为留给你帮助别人的时间不多 留给自己改变自己心态的时间也不多 留给你忏悔 念礼佛大忏悔文 你的时间都不多了 这才叫五十字天命 过去讲六十耳顺 看透了 看透人生生命啊 名利啊 带不走的 生命很短暂 我想通了 我六十了 坐一坐不动了 我也不会再为那些钱去 痛苦去煎熬了 你明白了什么 你六十了 你应该知道 可能要换一个景点去旅游了 赶紧要让自己 找好下一个旅游点 那么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就是我们回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身边 那么怎么样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应该念经啊 许愿啊 放生啊 多做功德 帮助别人啊 众善奉行啊 诸恶莫作啊 如果你们今天还在作恶 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好人呢 要放下自己 七十 过去说 人到七十苦来西 因为过去的人活得并不像 现在人 这么长 有的热的地方 人活得很短 那么 七十从心所欲 怎么样去做呢 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 实际上 学博人到了七十了 就应该知道 好好地修身养性 好好地念经 好好地理解博法 但是我们很多人 一生还在追求 到了七十了 还在追求 一些名啊 利啊 那么 你只能 在红尘路上 更显得孤独 因为你所走的路 人生的路 有的是通向渡口 没有船 有的是通向荒漠 没有骆驼 我们人生走到哪一站 算哪一站 没有目标 你就会失去了 你的前进的方向 所以人为什么苦 因为人跟人的心理的距离 在越拉越开 因为不能够 想同一个事情 不能够与日月同眠 不懂得怎么样 能够珍惜彼此之间的缘分 所以人就会形成 不能让自己一生 得到圆满的这个结果 所以佛说了 生出来很苦 老了 想吃什么东西吃不动了 很苦 走路 想去玩了玩不动 很苦 病了最苦 死了更苦 还有爱别离 喜欢的人 你离开他了 你这种苦啊 还有怨长久 就是怨气啊 不愿意看见的人啊 你天天得看到他 你又很讨厌 还有求不得苦 天天想把这个事情求到身边 求不得也是很苦 他又放不下苦 天天挂在心中放不下 很痛苦 所以佛说 命由起造 相由心生 你的命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的相 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天天动心 你的相就在动 你动善心 你的善相出来 你动恶心 你的恶相出来 所以很多人说 你这个是坏人 你就会恶行恶状